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在汐止的大尖山最近也出现了一只猕猴 不但会跟登山客来讨食之外 最近也传出抓伤以及咬伤人的事件 因此地方就通报了动保处前来处理 而今天动保处相关人员以及里长等人 就在天秀宫旁等待 不过运气不好没等到 最后只放笼子在现场诱补 希望过两天就能够抓到这只调皮的猴子 其实大尖山上有为数众多的猴群 白鱼里长陈俊毅表示 这只小猕猴应该是跟家人走散 然后又常被登山客 喂食才会一直待在这里不走 不过有时候会咬人以及抓伤人 对民众造成伤害 在民众安全考量的情况下不得已 请动保处前来捕捉 这个大尖山这边有一只猴子 小猕猴因为会伤害到人 有很多小朋友跟大人都被咬伤了 那因为有很多里民上来 也会威胁他 结果他就不走 就全部待在这里 那常常去造成登山客 还有里民小朋友的困扰 本来猴子就很多 有好几百只 但是这次他赖着不走 不走会咬伤小朋友 市民来跟我们通报 还有里长跟我们通报 所以我们今天请动保处的人 来捕捉 那希望说 把这个猴子捕捉到了以后 这个抓到别的地方去放生 院政法林服务处表示 最近常常有民众抱怨被猴子伤害 有时候还会抢东西 希望动保处能将他捉到其他地方也放 保障登山民众还有小朋友的安全 不过也呼吁民众 如果有发现猴子在附近出没 也不要任意喂食 避免养成猴子讨食的习性 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不要喂食猴子 喂食猴子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延伸到最后 他没有东西吃就会咬人 里长林东保处人员在现场准备香蕉埋伏多时 麻醉吹剑也设置妥当 但是就是没有发现猴子的踪影 最后只好在现场设置铁龙陷阱 希望过两天能捉到这只调皮的猴子 交换墙戏怎么到